配合创世基金会在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 展出我的家亲子公益会画 浩克市集这个周末上午10点到下午6点 也特别举办了宇客有约公益感恩市集 民众只要在市集消费 摊乡会依照营业额乐捐给创世基金会 市长魏佳燕也欢迎市民朋友 周末来逛市集一起让善的循环传出去 创世基金会花莲分会 今年举办第四届公益会画比赛 以我的家为主题 分为幼儿园组国小组吸引许多小朋友参加 并由专业评审选出优秀画作 20号在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举办颁奖典礼 为了共同响应公益 浩克市集在这个周末的上午10点至下午6点 也举办宇客有约公益感恩市集活动 民众只要在市集消费 摊乡就会依照营业额乐捐给创世基金会 市长为家宴也代表花莲市公所捐赠了5000元 期盼有更多人能够走进浩克文化会馆 那今天有近40位的孩子们 然后获得非常优秀的一个奖项 那也期盼创世的善举 能够让花莲市的人都能够了解 那包括我自己的家人 那也受到创世的一些照顾 真的很感谢创世 那也希望说我们不管是创世的任何大大小小的活动 那在花莲市公所的立场一定会全力的来支持 那未来也希望说 能够一起合作 办理更多的一些亲子的一些项目 让大家不管是在亲子 或是在跟爸爸妈妈相处 都能够更了解彼此 也知道孩子要需要什么 两天的市集活动共有30个摊商 包括用美食小店 小农产品 文创小物等等 现场还有客家闯通关活动 只要闯关成功 就可以获得小礼物或市集折价券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前往消费做公益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